第24章 误或误之 练起脚尖是无法站立的 大跨步是不能行走的 自成己见的反而得不到张明 自以为逝者是无法练明是非的 越是自我炫耀的 越是建立不了功勋 自傲自满自大者不能长久 再倒来讲 这些行为就好像是吃剩的食物 就好像是身体上长的肉流一样 如此的令人厌恶 所以懂得道德规律的人 是不会这样做的 在本章中 老子列出了几种不懂道德突充表现 自信 自恃 自罚 自金都是轻浮 急躁的举动 都是有道者所顾处的 急躁冒进 自我炫耀的行为 不会导致失败 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政策 也同样不会取得相应的成果 老子告证人们 为人应千功己慎 为政应温和柔顺 在这其中仍然贯穿着 以退为进和所谓委屈求全的处事哲学 当然 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贯主张 不过 在现实生活中 一定要灵活运用 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话说 有一年 孔子带着几个弟子来到海州游历 孔子边游玩边向弟子们传授学问 他说 有些人对事情是生下来就知道的 弟子们都点头说是 正讲着传来哗啦啦的声音 孔子盲说 听 山那边下起了雷阵雨 快停车 有位弟子下了车 仔细听了听 说 这可能是山那边有大海 这是那边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孔子一听是海 因为从没见过 就带着弟子爬上山顶朝东望去 弟子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感叹地说 海真大 他和弟子们在山顶尽情地观赏大海的景色 一会儿 孔子口渴了 让一个弟子下去舀点海水 给他喝 那弟子拿起葫芦 正要下山 一位小渔民见了 慕游哈哈大笑 孔子一愣 问 小弟弟 你笑什么 小渔民地上一壶清水说 老人家 你喝一点这水看看怎么样 孔子喝过水说 这海水真好喝啊 小渔民说 这不是海水 海水又咸又苦 怎么能喝呢 你们真是一群疏呆子 有位弟子听小渔民这样提平孔子 生气了 对小渔民说 对圣人不能无理 小渔民却说 圣人也不见得样样都懂 刚才想用海水解渴就错了 再说 孔老夫子他会打鱼吗 说完 他奔下身 架起渔船进海 洒下云网 一会儿 捕上了不少鱼 孔子看了 觉得很惭愧 他低着头 站在山顶 沉思了好久好久 然后 诚恳地对弟子说 刚才说 有些人生下来就知道 这话是不对的 我们千万不可不懂装懂啊 孔子知错改错 勇于接受批评 人们更加尊敬他了 就把他登过的这座山叫做孔旺山 好 这一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来吧 两次我来讲一下 我们下来胡思熊 再说一吓 我们下来讲一下 就是这种下来的 这个放过来 我们下来的笔 那个不停 你看我们下来的勝出 看我们下来的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